我是重庆海福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蒋刚 那么这间公司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用聚焦超声的技术来开发出肿瘤治疗系统 聚焦超声这个技术的应用在临床的特点就是不开刀不流行毒 甚至于做一些良性的肿瘤还可以不麻醉 振动振进即可 我们现在除了在中国之外 在我们全球的28个国家的60多家医疗机构 都在用我们的这个海福的先进的高端医疗装备 数字化的技术 在我们的这个高端医疗装备里面 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应用 尤其是现代通信技术 这个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让我们这样一个设备 能够通过重庆海福这样一个中心 向全球的所有的用户都可以联网 在中心 在我们中国和新加坡 这样一个合作里面 我们是一个很典型的在医疗技术的应用 所以我们在新加坡的医院 现在给我们是每一秒钟都在联网 在治疗过程当中进行交流 所以在自能化 数字化产业这个过程当中 海福是最受益的 当然下一步 随着我们这个流水线的建设 我们小型化设备的流水线的建设 更多的现在工业互联网的东西 还可以融入到我们的增产体系里面去 海福公司从第一届这个自博会就参与了 我们非常受益于这个自博会 因为透过自博会 实际上加强了我们和外交更多的联系 加强了我们同业和我们产业链上的 这个企业的联系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很多技术的 现代技术的开发 来和我们这样一个高端医疗装备 把它有效地整合起来 这是我个人认为 在参加自博会这么多年 我们得到的收益的东西 同时也让我们这个市 我们这样一个新鲜的产业 让更多的我们上游和下游端的 这些企业了解 他们来积极地参与和我们合作 做开发 实际上这些年 我们都在这个方面 得到了很多资源的共享 党和政府 对中国的原始创新 高度的予以重视 打造了我们在重庆生长的 良好的生态环境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